我决定再也不看跨年晚会了 真的,太累了 手握遥控器在各大卫视之间轮番转换 还要在低头手机刷微博看热搜 不,你们休想 休想再让我体验看跨年 看到手抽筋的感觉 但芒果台晚会开播 才6分钟收视就破1了 问题是这时候芒果台还在播广告 虽然一直以来 芒果台都是卫视中遭吐槽最多的卫视 但事实证明 芒果台的晚会收视底盘绝对非同一般 要知道芒果台播广告的时候 北京台在播什么 刘涛和唐燕的绝美出场 芒果台晚会正式开场后 14位主持人就一次排开了 还官宣了全新综艺你好 星期六的两位新生代主持人 主持人亮相完毕 接下来就进入了芒果台的流量公示时间 但谁能猜到 为芒果台完成收视破二的是凤凰传奇唱天上飞 凤凰传奇依然是那个有毒的组合啊 这个阶段 江苏卫视一直在后面紧咬芒果台 必须说做跨年晚会 江苏卫视认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卫视 晚会收视底盘照道理不如浙江 之前几场晚会收视可谓扑街 但本场收视表现却很稳定 晚会开始半个小时收视就破一了 后续也没有太大跌幅 关键就是阵容安排合理 实践再次证明 包括林子祥 韩永林 李克勤在内的港星 依然是卫视收视密码 大湾区2.0又赢了 相比之下 曾经凭跑男和好声音 在卫视晚会中直追湖南台的浙江台 则依然未能走出最近两年的晚会收视低迷 相比之下 最令人叹息的是北京卫视 论阵容华丽程度 真的和其他卫视不相上下 事实证明 跨年晚会这种事 直播就是比陆播香啊 收视高光时刻 杨子一出湖南台收视破三 黄渤李健的相声时间收视最高 但需要指出的是 卫视收视底盘并非一个固定值